黑开也图山西,太阳的故事 抬头看,孩子们 你看他在白云中不知疲倦地行走 将他的光芒散布在大地上 看看他的孩子们如何用爱抚摸星星 他的姐妹们不厌其烦地模仿行星和天体 那是灿烂的阳光照耀外蓝的天空 太阳面对黑夜的乌云 乌云将他隐藏在大地中 并阻止他的光芒到达他 太阳非常受伤 与此同时猛烈的狂风掠过太阳 微笑的脸庞 我们认识的所有的这些离开 来自这速度非常快的风 他在这的乌云末手达 比公网的黑云剧烈摇晃 从而互相碰撞 引起了闪电和雷鸣 一场大雨轻盆而下 一心泥和毛毛雨污着了太阳的脸庞 人家在马里边看到的山顺 满沪开他的股 夸阳西下太阳精疲力 在这一场大雨轻盆而下 在海底下 白天除了绕地球转 他还面临着各种困难 但尽管疲惫不堪 它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圆形成色圆盘 太阳打开然后靠近大海 自己洗手准备睡觉 然后告别这一天 沉入海中打了个盹 这就是太阳完全消失的景象 来自星球的另一端 奇怪的身体在海底等待着太阳 这是一种叫做聚焦的略习性鱼类 它焦急地等待着太阳的到来 太阳一靠近那条鳄鱼 这条鱼就会攻击太阳 并开始用方力的锯切割它 这些鱼就把它切成点点滴滴的光亮 然后他们开始贪婷地吞下点点滴滴 片刻之后 鱼的肚子就像聚光灯照亮了黑暗的大海 原因是来回的太阳切割 被鱼吞吞并沉淀在它的肚子里 鱼从它的凹陷处发出强烈的光 照亮黑暗的海洋 与此同时月亮为太阳的离别而悲伤 它迷失在太空中 与太阳一起回忆它梦幻般的夜晚 每天晚上都和太阳调情是它的习惯 并从它的荧光中组织它的诗句 并送它一束光亮的玫瑰 月亮是悲伤的 它是唯一装饰太阳的镜子 至于大地和天空 它们更悲伤 随着太阳的消失 地球失去了白天 黑夜失去了升级 至于天空 它变得黯然身上 在海底鱼儿很高兴 满足于它们的光芒 他们的肚子里装满了被锯子切开的太阳 然后很快就把他的快乐变成了严重的折磨 因为它在痛苦和难受中哭泣 由于切开的边缘处温度升高 肚皮肿种种的 背叛的鱼儿痛苦的扭动着 然后鱼儿又消化不良和头痛 然后鱼儿又消化不良和头痛 他大叫 海上医疗诊所的医生 听到鱼儿的尖叫声 赶紧去给他治疗 医学检查后 医生一致认为 一种固体物质有放射性 且方力 有害不易 进入了背叛鱼儿的内障 所以医生给他开了合适的康复药 鱼儿一吃药丸 就都开始吐出一片阳光 碎片开始漂浮并聚集在海面上 于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太阳又开心欢笑地升起来 他把明亮的光芒洒向地表 将金色的光芒洒向全世界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